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布林肯抵驚 中共宣傳系統竟然這樣做? 川普或罕見法律勝利 辦案民主黨女檢察官聲明讓人震驚 中共地方政府出怪招 基層官員怒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8日 星期日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布林肯抵驚 中共宣傳系統竟然這樣做?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月18日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 中共宣傳系統的反應則非常耐人選味 6月18日上午 布林肯乘坐美國空軍軍機飛敵北京 他是自拜登2021年1月就任以來 訪問中共國的最高級美國官員 也是5年來第一位訪中的美國國務卿 但是 在中共喉舌《新華網》的首頁上 卻找不到相關的報導 這顯然是來自於中宣部 甚至是最高層的指令 以一種大內宣 顯示中共政府的所謂鬥爭精神 那麼 中共真的對於中美關係毫不在意 像其表面上表現的那樣冷漠和傲慢嗎? 中共《人民日報》6月17日的頭版頭條 似乎露出端倪 該頭條的內容是習近平會見比爾蓋茨 習近平的談話中 有幾句話引發外界輿論注意 習近平說 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 我們始終寄希望與美國人民 希望兩國人民友好下去 其中寄希望三個字說出中共的心裡話 顯然 蓋茨這類人成為了中共的統戰目標 中共寄希望以此打開缺口 中共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 一定知道列寧說過的一段話 列寧說 同志們不要驚慌 當形勢對我們不利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把繩子拋給資產階級 他們自己就會把繩子往脖子上套 當時一位名叫卡爾拉德克的布爾什維克大聲問 好極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可是 我們從哪能搞到那麼多繩子 去吊死所有的資本家呢? 列寧輕鬆地回答道 你放心 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的 在與蓋茨的會談中 在場的中共官員們面帶微笑 不知有多少人心裡會想到上面這段話 想像著上述場景 這一幕在美國和蘇聯之間也曾經發生過 蘇聯的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 有一種事情幾乎讓人類心靈無法理解 那就是人類對利潤的無限貪婪 超越一切理智 超越一切自我克制 超越一切良知 而只知唯利是圖 列寧早就懂得這一點 不過 同樣面帶微笑的蓋茨 腦海中可能是另外一種盤算 據英國《金融時報》近日披露 微軟正將其部分最優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 從中國調往加拿大 有熟悉該計畫的人士表示 此舉是因應美中政治衝突升高的對策 同時要防止優秀人才被中國企業挖牆角 報導引述其中一名相關研究院的專家說 我們這裡有最優秀的研究人員 尤其是從事機器學習的人 存在一定的風險 中國公司可能會挖牆角 或者是雇員可能會受到騷擾 上面的兩幅畫面合在一起 就是一句中國的成語 爾語我詐 川普或罕見法律勝利 辦案民主黨女檢察官聲明讓人震驚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15日 美國紐約縣的一名民主黨地區檢察官米米羅卡證實 他已經徹底終結了已效為期多年的 針對前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所謂稅務違規行為的刑事調查 羅卡沒有對川普或其公司以及川普組織提出任何指控 這位民主黨地區檢察官在美聯社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是在客觀的獨立於政治 黨派關係以及個人或政治信仰的調查後 做出的這一決定 15日早些時候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報導 地區檢察官指出 他的決定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以此暗示對川普的支持 並強調美國的司法必須獨立於政治 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網站上 以全大寫的方式對羅卡的決定表示讚賞 同時強調 針對他的所謂指控都是假的 是對他聲譽的污蔑 他質問道 但何時何地才能恢復我的聲譽 並繼續追問 其他針對我的虛假案件 何時會被撤銷 羅卡的聲明是在川普與週二在美國邁阿密聯邦法院被傳訊幾天後發布的 在週二的演講中 川普說 司法部的起訴是企圖在2024年的競選中干涉選舉 他將其描述為美國歷史上最令人髮指的濫用權利 在此案中 這位前總統被指控犯有31項故意保留國防信息罪和6項共謀妨礙司法罪 該案由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負責 這位前總統說 暴徒 不務正業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正在試圖摧毀美國民主 煽動憤怒 並根據1917年的《間諜法》指控美國總統 川普表示 《間諜法》一直被用來針對叛徒和間諜 這與一位前總統合法保存自己的文件沒有任何關係 川普宣布 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當選 他將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 對總統喬拜登及其家人進行調查 指控他們腐敗 CNN播出川普應訊期間 其主播塔佩爾要求工作人員 檢調川普在佛羅里達州與他的支持者會面的鏡頭 塔佩爾一度表示 他不想再看到川普 在邁阿密凡爾賽古巴餐廳與支持者互動的場景 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做出了反應 川普在他的平台《真相社媒》上發文說 虛假的塔佩爾剛剛提出要求關閉他在邁阿密的直播 理由是 大街上的人們對川普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好消息是 他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 也許這能很好的解釋 為什麼CNN的收視率如此之低 此外 民主黨參選人小羅伯特·肯尼迪在一個新聞訪談中說 最近局勢的發展讓他覺得 曾經針對川普的通俄門調查 整個事件看起來都是假的 整個事情從內到外全是編出來的 中共地方政府出怪招 基層官員怒了 清零政策三年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為恢復經濟 各地政府花樣百出 據大紀元報導 近日 青海省西寧市為恢復當地旅遊業 號召全體黨員幹部主動邀請遊客到自己家中用餐 流速 遭到基層官員的抵觸 中共青海省西寧市文明拜6月15日發出倡議 號召全體黨員幹部主動到旅遊景點 人員密集場所擔任志願者 耐心解答遊客問題 其中 在倡議黨員幹部做熱心志願者時 要求廣大黨員幹部主動讓出自己的車位 主動貢獻自己的車輛 主動邀請遊客到自己家中用餐 流速 西寧市基層公務員李女士向大陸媒體透露 倡議書一下來 我們已經開始登記志願者了 單位已經開始統計45歲以下的 有私家車的職工 這部分人是旅遊志願者的主要力量 西寧市另一位基層公務員徐先生表示 倡議書一出 不少人都驚了 大家抵觸情緒很大 至少我不願意把不認識的遊客往家裡帶 徐先生觀察道 文明西寧公眾號平時的推文基本閱讀量 只有幾十到幾百人次 這篇倡議書推文已經衝破了9萬多人次閱讀 就說讓停車位這點吧 一點不現實啊 西寧市文明辦發出倡議之後 迅速引發全國關注 不少網友表示 抵觸情緒大正常的 我建議發揮你黨優良傳統 這是從市長 市委書記先做起 領導幹部要起到先鋒帶頭作用啊 恢復經濟鼓勵消費 這時候想起老百姓了 建議領導們做好表率 你們的多座別墅 閒置車輛都騰出來 另外 可以開放政府食堂 停車場 方便遊客旅遊 你們敢嗎? 也有網民表示 青海省用鐵絲網把青海湖圍起來 看湖景都得收費 就知道那裡有多爛了 號召黨員幹部主動邀請遊客到自己家中用餐 留宿 白日做夢嗎?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明明天開啟發! 完 Budget